近日看到俄军A50预警机的最新消息 火力军属实被惊到了 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 俄军前后居然损失了三架A50 从白俄罗斯基地被无人机炸伤 到亚素海上空被导弹击落 再到本土境内莫名坠毁 这可是俄军唯一的远程空中预警平台 怎么就能这么脆呢 反观美军一三望楼 却能在黑海附近稳入泰山 一边帮乌军引导导弹炸俄军目标 一边替北约监控俄军动向 同样是预警机 差距怎么能这么大 是A50的技术真的不行 还是俄军的使用方法出了大问题 美军一三又藏着哪些压箱底的本事 今天火力军就和大家扒一扒 这场美俄预警机的终极对截 可能有人会问 预警机不就是架装了雷达的飞机吗 哪有那么玄乎 这还真不是 你想啊 地面上的雷达受地球弧度影响 要是敌人的战机 贴着地面飞 当你发现它的时候 搞不好都快飞到你家院子了 可预警机就不一样 它能直接跑到万米高空 这相当于把雷达直接架在了云端 有了高度优势 预警机的雷达就能看得更远 提前发现那些贴地飞行的地基 给己方留出充足的反应时间 其实最早的预警机 早在二战末期就搞出来了 1944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把雷达装在了复仇者战机上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架空中预警机 不过那时候的预警机 只能简单搜索目标 跟现在的新型号相比差远了 到了70年代 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出现了 这时候的预警机才真正厉害起来 它不仅能看低空目标 还能同时指挥几十架战机 从此之后 预警机成为现代空战中的新宠儿 简单来说 预警机有两个核心本事 一是看得远 它能搜索空中 抬上地面的目标 不管是敌机 导弹还是军舰 都别想逃过它的视线 二是会指挥 它能把收集到的情报 实时传给几方战机 防空部队 甚至还能直接指挥他们打仗 所以军事专家早就说了 一个国家要是有了厉害的预警机 就算自家战机数量 只有对方一半也照样能赢 提到美军预警机 一三望楼绝对是老大哥级别的 你可能不知道 它的出身还挺特别 谁能想到预警机 居然是用伯音707客机改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 美军觉得原来的预警机不够用了 尤其是面对苏联的低空突防战机 急需一款看得更远 指挥能力更强的新机型 1970年 伯音公司的方案中标 1975年 E3原型机首飞 1977年就正式服役了 要说这飞机最吸睛的地方 还得是机背上那个直径9.1米的大蘑菇 这里面藏着的可是S波段 脉冲多普勒雷达 宁可别小瞧了这蘑菇头 它能一分钟转六圈 还能360度转着圈扫描 不管是320公里外贴地飞的目标 还是650公里高空的大家伙 都讨不过它的眼界 E3的指挥系统也特别厉害 机上有17个人 其中12个是负责操作机器的 他们调试雷达 通信设备和电脑 更厉害的是 这台计算机能同时处理600个目标 还能指挥100架战斗机作战 你想想 一艘航母也就在几十架战机 而一架E3就能指挥两个航母的战机 这能力谁看了不佩服 而且E3特别能熬 加一次游能飞8小时 要是再配合空中加油机 那就能连续飞24小时 相当于绕地球半圈 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 E3可是出境了风口 当时美军一共派了15架E3 执行了400多次任务 飞行时间超5000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联军打了40次空战 全赢了 但更厉害的是 联军40次空战胜利 有38次都是靠E3代飞的 比如1月27日那天 两架F-16在E3的指挥下 用5枚导弹打下了4架伊拉克战机 飞行员后来都说 这预警机太深了 没它我们根本找不到目标 更关键的是 E3还在不断升级 2004年 美军搞了雷达系统升级方案 让它能探测隐身目标和导弹 同时还更新了任务电脑和软件 这让E3的自动化处理情报能力更强了 现在除了美军 北约 英国 法国 沙特 都装备了E3 一共68架 是全球部署最广 实战经验最多的预警机 看完美国的E3 再看俄罗斯的A50 就有点寄生于核生量的意思了 A50是上世纪80年代搞出来的 原型是1276运输机 1978年首飞 1984年服役 目的就是对抗美军的E3 从纸面数据看 A50也不差 机背上同样有个9米的雷达罩 搭载大黄蜂外冲多普了雷达 低空探测半径450公里 高空620公里 能同时跟踪50个目标 指挥12架战机 而且它的最大起飞重量190吨 比E3还重 看起来也更加结实 但实际用起来 A50的问题可就多了 首先是电子设备落后 A50早期型号用的还是模拟电路 抗干扰能力差 要是遇到敌方电子干扰 雷达很容易两眼一抹黑 后来改的A50M和A50U 显然换成了数字系统 但跟E3比还是差一代 因此有俄军操作员抱怨道 我们的屏幕上全是杂波 它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目标 哪个是干扰 更离谱的是 A50的条件特别差 它的机身里噪音极大 长时间待着能让人耳鸣 而且居然没有简易厕所 成员执行任务时 只能憋着不敢喝水 要是飞四小时 那滋味想想都难受 反观E3不仅有休息区 还有小厨房 能热饭喝水 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 在实战表现方面 E3更是让A50颜面尽失 2024年1月15日 乌军在亚素海用导弹 击落了一架A50 当时这架预警机 正在监视乌军动向 结果还没监视上 自己就先被乌军一炮打下来了 没过多久 2月23日 又一架A50 在俄罗斯境内被击落 要知道 俄军战前也就十架现役A50 其中七架是先进的A50U 这一下就没了两架 还有一架之前 在白俄罗斯受损 相当于战力折损了三分之一 更惨的是 俄罗斯想造新的A50都难 因为西方对关键电子元件的制裁 很多零件买不到 A50的替代机型A100 也迟迟造不出来 有消息说 俄军现在只能靠老的A50凑数 维护起来特别费劲 有时候想派出去 都没办法出去 反观美军的E3预警机 这么多年一直在升级改造 性能越来越强 实战经验也特别丰富 那么要是美国和俄罗斯的预警机 正面交锋 谁会赢呢 可能有人会说 美国的预警机纸面数据 看着都差不多 为啥到了真打仗的时候 差距这么大呢 今天 魄力军就掰开揉碎了 给大伙好好比一比 让大家看看 E3到底厉害在哪 首先是看得多 只会得动 E3能同时跟踪600个目标 引导100架战机 而A50U最多只能跟踪50个目标 引导12架战机 这差距可不是一清半点 现代空战讲究多目标作战 比如同时应对几十架战机和导弹 A50一下子就忙不过来了 而E3还能游刃有余 其次是抗干扰能力 E3的雷达有跳频 多脉冲重复频率这些技术 能有效对抗电子干扰 就算敌方放干扰弹 还干扰机 还能锁定目标 而A50的雷达抗干扰能力弱 之前在叙利亚执行任务时 就被以色列的电子战设备干扰过 雷达屏幕上一片混乱 差点跟丢目标 还有续航和可靠性 E3一次加油能飞8到10小时 空中加油后能飞24小时 美军的E3机队虽然有不少老飞机 但维护体系成熟 出勤率很高 而A50无空中加油时只能飞4小时 加油后也才8小时 而且A50机身设计也有缺陷 经常出故障 有报道说 俄军曾有4架A50同时盘窝 导致某个方向的预警出现空白 只能靠地面雷达部位 实战经验方面更是没法比 E3从海湾战争到反控战争 打了几十场仗 累计飞行超百万小时 战术应用早就炉火纯青 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中 E3引导北约战机避开塞尔维亚的反空导弹 还能精准打击地面目标 而A50只在车臣战争 区利亚战争中露过几次面 实战经验少得可怜 车臣战争时 A50虽然能发现叛军的车辆 但引导战机打击的精度不高 还误炸过平民目标 另外E3的通信能力也更强 它装有14种高频 甚高频 超高频通信设备 能和地面指挥中心 航母 战机实时传输数据 紧急情况下 还能直接连美国国家指挥中心 而A50的通信距离短 有时候在片远地区执行任务 还得靠卫星中继 延迟特别高 关键时候容易掉电子 因此 E3在技术性能 实战经验 系统可靠性等方面 都远超A50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啥在俄乌冲突里 E3能稳稳地帮乌军引导导弹 监控俄军动向 而A50却状况频出 不是被击落 就是莫名坠毁了 现在俄乌战争 打得正激烈 很多人都在想 要是美国真全面下场参战 把E3派去帮乌克兰 那战局会变成什么样 首先 乌军的防空能力会大幅提升 E3对低空巡航导弹的探测距离 有250公里 能提前20分钟预警 比乌军现在用的地面雷达 强太多了 之前俄军发射巡航导弹 乌军经常来不及拦截 要是有了E3 就能提前调动 爱国之导弹和S300导弹 把大部分俄罗斯导弹拦下来 减少损失 其次 乌军战机的作战能力会翻倍 现在的乌军战机 只能靠地面指挥引导 活动范围有限 还容易被俄军雷达发现 要是有E3引导 乌军战机就能在俄军雷达盲区飞行 还能精准找到俄军战机 唐克 比如E3能同时引导30架乌军战机 对俄军战地发起多起 俄军根本来不及反应 更重要的是 E3能整合北约的情报 它能把卫星 侦察机 无人机获取的情报 实时传给乌军 让乌军知道 俄军的弹药库 指挥所装甲部队在哪 之前乌军打俄军的弹药库 还得靠特工侦察 有了E3就能直接锁定目标 发起精准打击 反观俄军失去A50后 战场感知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要是再遇到E3 俄军战机导弹的动向 全被看透 根本没法隐蔽 比如俄军的苏35战机 虽然性能不错 但没有预警机引导 很容易被五军战机伏击 而且如果E3部署 俄军的巡航导弹 也逃不过E3的眼睛 可能刚发射就被逮个正常 直接拦截 到时候俄军可能会陷入 打不着防不住的困境 前线部队得不到 及时的情报支援 战机不敢轻易升空 导弹打出去就被拦 后勤不计限 会被五军偷袭 时间一长 俄军的士气会下降 战线可能会不断后退 甚至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 当然美国现在 还没直接派E3参战 毕竟怕跟俄罗斯直接冲突 但就算不直接参战 美军的E3 也在黑海附近飞行 把俄军的动向传给北约 再由北约转给乌军 已经在间接帮乌军了 要是未来局势升级 E3真的参战 那对俄军来说 可就麻烦大了 不过 目前美俄都在搞新一代预警机 但从发展情况看 美国明显走在前面 美军已经选定 波音E7 作为E3的替代机型 这款预警机用的是 相控阵雷达 不用旋转雷达照 探测能力更强 还能在复杂电子环境下工作 首架E7预计2027年交付 2032年前要采购26架 到时候 美军的预警机队会更厉害 而俄罗斯的新一代预警机 A100 虽然2017年就收费了 但因为西方制裁 关键领件跟不上 进度一再推迟 A100原来计划 用相控阵雷达 性能对标E7 但现在看来 能不能按时裂装 还不好说 而且俄罗斯的电子工业 本来就不如美国 就算A100裂装了 性能也未必能赶上一起 更重要的是 预警机不是孤立的装备 它需要跟卫星 侦察机 无人机 战机 防空系统配合 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美国在这方面优势明显 北约的情报共享体系 已经很成熟 E3能跟各种装备 无缝衔接 而俄罗斯的作战体系 还比较落后 A50跟其他装备的配合 不够顺畅 就算有新预警机 也发挥不出最大战力 从长远看 美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能不断投入资金 研发新装备 而俄罗斯经济不景气 科技人才流失 想在预警机领域 追上美国 难度很大 好了 今天我们聊了 美国和俄罗斯的预警机 从E3的稳如泰山 到A50的命途多舛 能看出在现代战争中 预警机就是 空中指挥权的关键 谁有先进的预警机 谁就能看得远 指挥得好 在战场上占据主动 谁的预警机不行 谁就会变成睁眼瞎 处处被动 其实预警机的较量 不只是美俄两款装备的比拼 更是两国科技实力 工业实力 经济实力的较量 美国靠强大的综合实力 把预警机做到了世界第一 而俄罗斯因为各种原因 逐渐被拉开差距 未来 随着隐身技术 人工智能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 预警机还会有新的变化 比如能跟无人机群配合 能探测隐身战机 能自动分析战场态势 在这些领域 美国已经开始布局 俄罗斯能不能跟上 我们还得接着看 屏幕前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 俄罗斯还有机会 追上美国的预警机技术吗 要是E7和A100正面较量 谁会更厉害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看法 今天关于预警机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频道一直在聊 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 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 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 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 它的外形还原度 做得相当不错 比例准确 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 也都有体现 材质也说得过去 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 其次 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 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 有一定帮助 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 价格确实比较亲民 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 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 感谢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